Zither Harp Glory to God, Hallelujah 荣耀归给神, Hallelujah You are very very welcome to the hour of the showers of blessings 欢迎再次回到 祝福恩宇的时刻中 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次与大家在空中相见 好不好让我们一同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 一起欢喜快乐 荣耀归给神 今天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 今天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 我们要带一下这么令人感到快乐的时刻 圣经常说 凡又气息的都要赞美祂 所以你被造就是要来赞美祂 神设计你就是要你在这世上成为一位赞美者 阿们 每一位去教会的人 他们都会唱赞美的诗歌 今天我们来看到他背后的奥秘 所以你们很高兴 会很欢迎你们来到神的同在里 放轻松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我们承受祢 我们爱祢 我们感激祢 我们把尊贵荣耀归给祢 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祢 愿地的话语带来启示 带来悟性 来激励祢的百姓 在耶稣的名 往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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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能够这一次回来 邀请你的朋友来参与我们 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参与我们 你也可以鼓励他们来订阅这个节目 然后一起来聆听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到底应该怎么来赞美神 我的赞美才能够被神所悦纳呢 既然赞美有极大的潜力 是这么有能力 为什么在我的赞美当中 我都没有看到这一类的结果呢 到底我少了什么呢 我该怎么做呢 才能够有果下呢 才能够有效率呢 才能有生产力呢 才能够有奖赏呢 才能够激励人呢 才能够蒙福呢 哈利路亚 我们跟各位分享这几个秘诀 到底该如何赞美神 然后你可以看到结果 好 我们这么来看 我们要开始唱歌 开始唱歌 第一个叫做信心 要赞美神的信心 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到 重要的秘诀就是要有信心 我们要出于信心来赞美神 你们要说 我们要去奉祷 好吧 我们要一起来宣告 我要出于信心来赞美神 我们开始算了 our bea 911 欠大家熟悉的经文 deb KI 希伯来书11章 希伯来书十一章 被归类为信心的一章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 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以信心指的是现在 如今信心就是 信心是什么呢 就是你眼睛未曾看见 但是你相信 你还没有经历过 但是你期待 什么是信心呢 就是你能够来相信神 是你眼睛还未看见的事 所以如果你要看见赞美的能力 赞美的祝福 在赞美中奇妙的是 你要看见在赞美中有神的注意力领导 那你的赞美必须行在信心中 是要有信心的 就是要凭着信心 你才能够进入到应许里 神已经列出了伴随赞美者的各样的祝福 问题是 我怎么去得到 我在教会里面赞美神都几十年了 二十年了 怎么都没看到什么结果 为什么 第一点 刚刚提的 关键在于信心 如果你不是出于信心 你是看不到结果的 第六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 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第五节的第一句话 他说 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转化 以诺没有死亡 因为他有信心 他逃生喜悦 神说你太圣洁了 不要死 所以直接神就把他接到天上 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在信心的平台上 所以你信心的程度 能够决定了 信心的程度决定了 你能够成就多大 你对神话与信心的程度 一样也决定了 神的话语对你的生命的果效 还有能够有多大的成就 你的信心的程度 你的信心程度决定神 接下来为你做什么 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说人没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你要有信心 你要凭着信心而行 凭着信心生活 凭着信心出于信心赞美神 你希望你的信心得神的喜悦 你听过许多的见证 就是赞美所做的 像在花莲这个地方 每一年我们都举办至高赞美 因为赞美的缘故 至高赞美的缘故 所以这些农夫们 他们所栽种的果树 或者是农作物都被争了 因为赞美的能力 这些没有办法生育的妇人 也都生孩子了 因为赞美大人的缘故 所以这个已经枯死的百香果树 再一次又复活了 再一次又结实累累了 因为赞美的缘故 来着末期的病人 都得医治了 因着神的大能 所以你看这么奇妙的见证 因为赞美的能力 所以在赞美里是有能力的 但是必须是出于信心 所以当你在信心中赞美 神是喜悦的 这样的话祝福 那种满足 那些奇妙的事 还有奥秘 这一切都伴随着赞美的能力而来 这一些都会释放下来 很简单嘛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师徒新撰第二章 有一个应许 赞美神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那为什么教会赞美神 十年二十年呢 也都没看到有任何增长呢 但是每个主日不是都有着唱歌吗 当然有很多原因的 神的话语是绝对不能够 不会不应验的 所以当你开始投入 在这赞美的奥秘中 你赞美你的内容 还有你赞美的层面 会决定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信心 它就是坚固的这个磐石 所以如果把信心拿走的话 那只不过是宗教化的赞美 因为信心是行在 信心是归类在能力的恩赐之下 所以是信心呢 让你的赞美呢 有一种超自然的行动 所以当你是出于信心的赞美 信心 信心吸引神的统在 信心 信心会摇动神 让神行动 当你赞美他 在信心中 神喜悦了 神行动了 事情就改变了 哈利路亚 荣耀归给神 当你赞美神 在信心中 神行动 事情改变 当你赞美神 在信心中 神的注意力 神的注意力就被吸引 他就行动了 你希望在你的环境的周围 能够有神注意力领导 好不好 你就用赞美的方式来摇动他 像保罗西拉 他们就是在监狱里的 透过敬拜赞美的方式让神下来了 所以神的同在就进入了 地就震动 在阿弥陀佛16 不是自然的震动 它是在神的身份上 使徒行战16章的地震不是天然 不是自然的地震 那是因为神出现地震 你会说牧师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你看到当摩西 和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山上 他们要去朝见神的时候 神下来的时候就有地震 是不是有火 所以这个就可以证明说 神下来的话就会导致地震 你的信心 在神里 在赞美中 还有祂的话语里 就可以动员了一股力量 让你看到了赞美的 所带出的结果 所以你一定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因为信心给了你这个通道 让你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 所以是因着信心 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 站立在神的面前 所以你一定要行在信心的灵力 你看希伯来书 第六章 12节 他说并且不懈怠 中要效法那些 凭信心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大卫呢 他用赞美的方式 直到领受他的神迹 你看经文 你看大卫的赞美生活 如果你是有更多的 这种赞美生活的话 你是一个更活泼不要的人 他说呢 我们要从一个效法者 我们可以效法 但一礼所做的 我们可以效法 保罗希拉所做的 效法我们亚伯拉罕之父所做的 你可以效法约沙法王所做的 他们赞美神 你可以效法沙摩尔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要效法这些人 这些凭着信心 和忍耐 承受应许的人 凭着信心 在赞美中 应许它就可以实现了 罗马书八章十六节 对不起是 罗马书八章十九节 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发生的现象 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就是说呢 他们在等候着 你我要彰显出来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像在自然界里 举个例子 像说约翰呢 他开了一间公司 然后这间公司 他请了一千个员工 所以你看 他的公司的发表 带了一千个家庭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彰显 什么样彰显 就是因为他开了这间公司 然后呢 让一千个人呢 还有他们的家庭都蒙受祝福了 所以因为呢 他这样写出来了 所以许多人呢 等候 希望能够被雇佣 进入到这一家公司 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约翰呢 他是一个 被高谋 大有恩高的医治 不到家 很多人呢 都排队等着 被他服侍的医治 他为他们祷告 他们真的等一致 他们被释放 这个就是这里说的 显出来 所以受造之物在等着 神的种子显出来 神要你彰显出来 你的恩赐 你的千里 还有你的魅力 你的梦想 你的命定 这个就是呢 这个就是人家对你的期待 所以你里面有这么多的宝障 你里面有极大的潜力 所以就是凭着信心 还有赞美的能力 把你里面这些隐藏的潜力呢 一一一都可以推挤出来 让他的意识彰显出来 受造之物在等候 在等候着你我显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好好地定位自己 在心灵上要好好定位自己 我一定要尽可能地去做 来成就神要我成为的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呢 信心是一个非常关键之药 你无法忽略信心而成功 没办法的 你无法忽略信心而讨神喜悦 他说信心 信心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 在你的祷告上 你要有信心 在讲道上 也是要有信心 歌唱 也是要有信心 侍奉神 也是要有信心 信心就好比水 也好像我们呼吸的空气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没有信心你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而当神喜悦了 事情就会开始改变了 所以你的赞美如果要被怨纳 就必须成价在信心的翅膀上 第二 它必须是全心的摆上 你希望看见你的赞美被怨纳 Psalm 9 verse 1 and 2 诗篇9篇1节2节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以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 我要歌颂你的名 With my whole heart 它说我要一心就是全心 All I have 凡我有的 Lord I give you my heart 主我献上我心 I give you my soul 我献上我的利益 I live for you alone 我活着只为你 Every brother I take 每个生命齐心 Every moment I'm away 每个活着的时刻 Lord have your way in me 主愿你旨意成全 I give you 主我给你 have your way in me 因为你的旨意成全 是不是 没有任何的偏心 So you want to see your praise to be acceptable 如果你要看见你的赞美被怨纳的话 At home you are praising God 在家里你在赞美神 In a church you are praising God 在教会你也在赞美神 In the office you are praising God 你在公司也可以敬拜赞美神 Anyway you praise Him 无论在哪里都可以赞美祂 It must be done wholeheartedly 你必须是全心这么做 Thou shall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y heart With all thy soul With all thy might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爱主你的神 So your soul 所以你的心灵 Call it your heart 我们称为你的心 Call it your spirit 成为你的灵 You must worship Praise Him wholeheartedly 你必须要全心的来敬拜赞美祂 Not absent mindedly 不可以有三心而已 不可以分心了 You must praise Him 你一定要赞美祂 What are these 5 minutes 就算是5分钟的赞美 20分钟 It doesn't matter the time 无论多长多短的时间 But the atmosphere The content The dynamics 还有这个整个赞美的动力 The law of praises 还有呢 这赞美的原则 Should be observed 你都要仔细去观察 To se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ise 然后你才能够看到 这赞美祂的果效 So David declared 大卫他这里这么说 I'll praise thee I'll praise thee With all my whole heart 一心 我要全心的称赞你 David was a man Who knew how to praise God wholeheartedly 大卫是一位 是一个 知道如何全心赞美神的人 He was not a pretender 他不是假装的 He praised and danced Until his clothes loose 你看他赞美 他赞美又跳舞 直到衣服都掉了 一个国王 Just let you know The guy was very real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是多么的真实 The wife mocked him 他的妻子嘲笑他 He told her come on 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 He was before the Lord 他说我这么做事 在神的面前 I'm not ashamed to dance before the Lord No 我在神的面前跳舞 我不觉得丢脸不会的 You want to see your praise being accepted 你希望看见你的赞美被悦纳 All heartedly 要全心的 No reservation 没有任何的保留 You engage your heart 是全心投入 You engage your soul 是全人投入 You put on and praise him 所以你就是尽力的 好好卖力的赞美他 You must be sincere in that praises You are praising him 所以在你的赞美当中呢 你要非常诚恳 好好的来赞美他 Then you will see the acceptability of your praise 那你就看到了 你的赞美被神悦纳了 You see wonders 你就看见奇妙的事发生了 No.3 You must praise him spiritually 爹美要出于心灵 Why 为什么 John 4.23-24 因为约翰福音4.23-24 God is a spirit 他说神是个灵 So you need to be in the spirit 所以同样的你要在灵里 to praise a spirit God 来 敬拜赞美这一位神 因为他是个灵 God is not a physical person No 神不是像你我一样这样有一个肉体的神 Anytime you want to praise him 每一次你想要来赞美他 can into the spiritual realm 你就先进入到属灵的领域里 And as you begin to praise him in the spirit 当你开始在灵里来赞美他 That is when your praise can be accepted 这样的话你的赞美才能够被悦纳 If you do the praise in the flesh 如果你是出于肉体赞美神 religiously 很宗教化的 cernally 很肉体行事化的 It would not gain expression of acceptance 这个绝对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悦纳 You must consider spiritual praise a very important key 所以你必须晓得 这种出于心灵属灵的赞美 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 That is the reason many praise God they see results 所以 为什么很多人他们有这样子赞美神的时候 才会看到结果 But if you don't praise in the spirit 但是如果你不是在灵里来赞美他 It could just be a religious church praise 那就不过是一般的宗教化 有一种赞美 There are certain dimensions You may not be able to obtain 那也许有某一些的层面是你进不去的 You can enjoy in the flesh 虽然你在你的肉体上 你可以很享受音乐 But you can enjoy it in the spirit 但是没有办法在灵里来享受 I can never forget our experience in Kweli And never going to forget all my life 有一次在花莲的经验 是我永生难忘的 In the high praise 在至高赞美中 We praise God 我们真的尽情的赞美神 The atmosphere changed 这个气氛改变了 People will revive 许多人他们生命都复兴了 We went back to the hotel room 后来我们聚会结束回到饭店了 The whole night I couldn't sleep 整个晚上我睡不着 I was so excited 因为我整个人实在太高兴了 Our guests that came from Hong Kong 所以我们当时也有一些客人 他们有从香港来的 从其他城市来的 他们的经验跟我一样 Our spirit was alive 我们整个灵太活跃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I was like in a different world 我感觉我整个人 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早晨 隔天早上我们一起分享 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跟我类似的感受经验 因为我们的赞美 是有正确的内容 是有正确的这个模式 所以我们整个灵啊 就变得更加的敏锐 而且是活跃 而且是对神更加的敏锐火热 在第四点 赞美要在喜乐之下 要喜乐 诗篇一百篇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呼 所以在生命中要有喜乐 当你含喜乐的赞美他 这种喜乐不是装出来不是的 祂是真的发自你心灵的喜乐 一种真实的喜乐 他说要歌唱欢喜喜乐的歌唱 所以你要很喜乐的唱 神是喜乐的神 他绝对不是沮丧忧郁的神 所以如果你要看见你的赞美被神怨纳的话 你一定要含喜乐的来赞美 没有任何可以保留的余命 如果你把喜乐从赞美中把它抽离 这样赞美就不完全了 在以赞亚书十二章第三节 他说到 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换人取水 你想要得到赞美的祝福 还有要得到赞美的奥密 还有谁的造访透过赞美领导你 那你就必须很喜乐的赞美他 喜乐是一个条件 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菲利比书四章四节说 你们要靠主常喜乐 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好 再来第五点 赞美必须有属灵的悟性 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为什么人们看不到赞美的这个结果 在诗篇四十七篇 我们要慢慢地来看 他说 他说 第一节 他说万民啊 你们都要拍掌 要用夸顺的声音向神呼喊 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都不拍手 你看这是圣经说的 这不是任何一本书说的 圣经这么告诉我们要拍掌 他说 而且他说要向神呼喊 要用夸顺的声音 所以当他来到祝福祉 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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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讲到赞美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这里说的 我们要拍掌 我们要夸顺的声音来赞美神 因为神是至高的神 神他是至高的神 赞美他 拍掌 要用欢喜的声音来呼喊 来欠赫神 所以你要有这样的悟性明白 如果你想看到你的赞美是有果效的话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第六节 在第六节这里说到 你们要向神歌颂 歌颂 向我们玩歌颂 歌颂 他这里的歌颂就是赞美 讲了四次 所以在一节经文里面 他重复提到赞美的重要性 所以他讲了四次 赞美还有祷告 哪一个比较有能力呢 当然是赞美 有些人不晓得 有些人不晓得 你看第七节 很重要的钥匙 Sing he praises with understanding 关键在这儿 关键在这儿 第七节 因为神是全力的王 你们要用悟性歌颂 Sing he praises with understanding 他说呢 你们要有明白的心 来歌颂赞美神 You need to understand How God value praise Number one 首先 你要明白了解神 多珍惜赞美 You understand you were created to praise him Number two 第二 你要明白你被造就是要来赞美他 Number three 第三 You understand that God inhabits the praises of his people 第三 你要明白神住在他百姓的赞美中 And then number four 第四 You need to understand how to praise him So your praise can be accepted 第四 你要明白应当如何来赞美神 这样你的赞美可以被神怨啊 Number five You have to do it properly 第五 你要正确的来执行 That's the key 关键这句 Because if you don't have understanding about praise 因为如果关于赞美你一点 Praise 你一点都不明白 It's not a religious activity It's spiritual It's beginning from heaven Do not start here Praise is beginning in heaven Before you came here 赞美呢 他是属灵的事 他不是宗教的活动 他不是从地上开始 他是从天堂开始的 所以当人们 视赞美为教会的活动之一 这是很错误的概念 为什么人们都不投入在赞美中 因为他们对于赞美的奥秘 还有赞美里面所隐藏的祝福 是无知的 所以他们不晓得说 原来神期待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来敬拜赞美祂 让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祂 你看到吗 这就是赞美多重要了 神是特别珍惜赞美的 说诗人 他从经验而谈 他知道赞美的奥秘 所以他才说要用悟性来歌颂 你这么看 我喜欢这节奥 赞美神 得作名的喜爱 得作名的喜爱 主将得作的人 天天交给他们 我们在教会 那你会说 有啊我们也有赞美神啊 有歌唱 为什么没有看到增长呢 因为缺乏的就是明白了解 所以当你可以来明白了解 伴随赞美而来的是什么 他有什么样的益处 例如 赞美是要更致忧郁举丧最快速的方法 在诗篇的四十二篇五节十一节 还有诗篇四十三篇的五节六节 在诗篇的四十二篇五节十一节 以及诗篇四十三篇的六节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悟性明白 所以如果你知道明白 赞美可以成就的事 你绝对不可能会沮丧忧郁的 你这么看 赞美 可以把沮丧忧郁一种赞美 赞美可以帮助你处在一种不沮丧的状态 而且赞美它是一个抗忧郁的 如果你真的过一个属灵 大有能力的赞美生活 你觉得不可能沮丧忧郁的 你说牧师在赛斯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沮丧忧郁是的 那这个就是当你离开了超自然 那仇敌呢就会来攻击这个人 让他受苦了 当然沮丧忧郁是真实的 他是一个灵 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 他就从你身旁逃走了 那你如何抵挡他 用祷告 用神的话 还有赞美的能力 如果你过一个赞美的生活 你绝对不会沮丧忧郁的 现在讲的不是说唱歌啊 你有可能是一个敬拜赞美主领者 但是你也沮丧忧郁 因为端耐于你是处在哪一种的 赞美的层次层面里 所以如果你是行在这个正确的赞美的频率里面的话呢 那沮丧忧郁可能会临到 但是他会逃走的 因为你拒绝他 他不可能住在你里面 不是说你不会被试探 因为试探会临到 但是你可以抵挡他 所以你不会说 我就在这种沮丧忧郁的状态里面 五年十年或几个月几年不会的 诗篇十八篇 他说呢 我就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 因为取上忧郁他是仇敌 诗篇十八篇第三节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 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我可以从取上忧郁当中被救出来 得释放 所以取上忧郁会来 但是你不会成为他的受害者 然后跟他一起同住好多年 你虽然会被他攻击 但是你可以抵挡他 阿梅 他可以来 但是你可以抵挡他 当你明白赞美的大能 你明白了神话语的能力 还有祷告的能力 这三样仇敌受不了的 因为神的话是一把宝剑 神的话于是火 然后你进入祷告中 然后进入到赞美你 是不是 仇敌一定赶快逃走的 逃自夭夭的 赞美 当你是有悟性 你明白你正确的赞美神的话呢 这些的好处就开始一一释放 我们最好的朋友耶稣 祂很爱你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人可以到父的面前 除非是经由耶稣 所以现在你有一个好机会 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耶稣爱你 祂关心你 祂要你得救 是为了你的好处 救恩 祂是从上帝来 白白赏赐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耶稣祂说我给你 那你要做的责任就是说 好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我们很愿意为你来祷告 让你来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内心 这过程很简单 我是一个罪人 我很抱歉 我口里承认我悔改 然后我得救 一分钟的祷告 就可以 就可以处理这一天 所以 这个就是要方自你内心所做的 很简单 不复杂的 我为你祷告 你要接受耶稣 好不好 跟着我们这样来祷告 主耶稣 赦免我所有的罪 进入我的生命 改变我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的救主 我口里承认 主耶稣 我心里相信 耶稣是我的救主 谢谢你拯救我 在耶稣的名 阿们 天父赐福他们 拯救他们 让主的喜乐 让主的喜乐 成为他们的力量 赐给他们 可梦是否你的心 我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这些生病的 把手放在有病痛的位置 等我们为你祷告 神必医治你 我耶稣基督的名 我斥责 疾病 在你的身体里 要完全离开 你要得医治 藉由神的大能 奉耶稣基督的名 让神医治的大能 运行 在你的体内 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任何的痛 任何的癌症 任何的疾病 或者任何皮肤的疾病 还有糖尿病 高血压 或者沮与忧郁症 都要得释放自由 奉耶稣基督的名 得医治 得释放 奉耶稣的名 Amen 天父我们宣告 祝福的恩养 祝福的恩养 今日临到每一个人 愿神赐福你 愿神保守你 愿祂的脸光照你 愿神的荣耀彰显在你生命 今日我们祷告 你会明白 了解 赞美 当你开始来赞美神 在信心中 还有在灵灵 全心的赞美 充满喜乐 并且有属灵的物性 愿赞美的益处伴随着你 佛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释放从天堂来的超真的造访 愿你开始爱上赞美 愿你开始爱上赞美 佛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宣告神的保护在你身上 在你的家庭 我们也祝福台湾 我们也祝福台湾的经济 台湾会有平安稳定 我们也释放祝福在台湾的众牧者身上 佛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也祝福众教会 让众教会经历极大的成长及复兴 佛耶稣基督的名 让神的同在 彰显在众教会里 天父我们谢谢你 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 我们宣告今天 荣上加荣 天父 愿你的名得着荣耀 为今日感谢你 为着你曾经做的感谢你 为着你将要做的感谢你 愿许多人透过这样的节目 生命蒙受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神赐福你们 继续观看 祝福的恩女 愿您蒙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